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人造句要表达可能卡卡的 我们就找这些例子 你全会了 你也没兴趣 然后你老是学不会了 你也没兴趣 你说这个蛮实用 可是我好像有一点会 又不太会 或者到底怎么讲卡卡的 这种大家就比较兴趣 他已经超过40岁了 却是个老天真 奎宁呢 以前二十大战的时候 奎宁在那个日军在东南亚 常常这个 还有美军 就是热带疾病 发高烧 咳嗽等等 就后来 死了很多人 后来发现奎宁可以用来治疗 虐疾 热带病很多 还有那个吸血虫病 一大堆 我叔叔的脾气太暴躁了 我们说暴躁怎么讲 婚外情是不道德的 婚外情怎么讲 本公司有个经理缺 经理缺 妇理缺 总经理缺 职员缺 这个缺常用 这个缺怎么讲呢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他已经超过40岁了 却是个老天真 长不大 有人长不大 幼稚到80岁还是 讲话很二 讲话没有经过大脑 所以人有时候个性 有的人十几岁就很成熟了 有的人80岁还是老顽童 这个没办法 这个个性 she is naive 这个字念 naive 发文过来的 不是naive naive although she is over 40 超过40岁了 over 40 she is naive although she is over 40 那奎妮呢 可以用来治疗 疟疾 doctors 医生呢 因为医生嘛 就是我们一定说很多医生嘛 不会是一个医生嘛 因为治疗奎妮的医生很多嘛 所以 副词后面加原行动词 如果adductor 或dedductor 就用这家s 这最基本的 doctors use quinine 这个queening就念quine 它不是念queening 不是queening 它是quine 都是I的音 quine 就cure malaria 瘧疾就是malaria 好像是马来西亚 跟马来西亚 像马来西亚那边热带丛林很多 有瘧疾 有瘧疾 adductor use quinine 那我们现在一些热带病呢 当然这也不一定全部热带病了 就是一些常见的这些 这些病啊 跟热带病啊 或者一些急性的一些有关系的啊 比较比较 比较接近 那我们举一些例子 当然不是很多啦 那当然我们只是讲那个 讲那个实用的绘画 我们只做一个例子 那并不是说 把所有都写出来 没那么多时间 大家也没时间看 瘧疾呢 就是malaria 瘧疾 以前我们叫打摆子 发抖 发烧 天花就是smallpox 就小小的一个豆子 像豆子一样 也叫水豆 瘧疾 瘧疾是color 这个字你看不好念 它不念chill 一般可能 你有别念别吗 自然发音吗 chillera 就是 你可能念chillera 不是color 所以它的发音就是不规则了 你还要看音标 当然 外国人从小到大 也没有在看音标了 但是它母语啊 但是每天听爸爸妈妈啦 看电视啦 它每天都在英文环境 它就不需要 那我们是没有那个环境 所以需要音标 或者当然 你喜欢看美剧美片 或者一些外国朋友 你喜欢上教堂 那当然就比较好 谈点color 登革热 Dange 那这个字倒是 倒是登革热 Dange 这样翻过来 翻登革 但是应该分 登吉啊 他不念 不念Dange 他念Dange 很奇怪 所以翻的时候 怎么翻登革 应该翻登吉 格也没有特别的意思啊 因为登革就是音译啊 伤寒 Typhoid 这不是T 不是Typhoid 还念Typhoid 伤寒 麻疹的measles 全身长得很难看 慢慢点点 那肝炎呢 hypertitis hypertitis 他这个你看 第一个I他念I 第二个他念E 所以这个很不规则 hypertitis C型肝炎呢 C型的 有A型 B型 但一般 C型又常常就叫 有些变成叫猛暴性肝炎 AB到 就是 他不见得一下会死 但有时候C型很可怕 一下子就死了 但不是每一个啦 就是猛暴性 或者叫急性 但有人觉得急性还不够 叫猛暴性 Acute 就是很严重的 很急性 Acute Hepatitis C 就是急性的 这个C型肝炎 所以我们再把这些相关的 热带病呢 还有一些那个 相关的 我们把它再念一次 瘧疾就是 malaria malaria 天花 smallpox smallpox 祸乱 cholera cholera 登格热 dange dange 伤寒 typhoid typhoid margin measles measles 肝炎 hepatitis hepatitis 念起来都像希腊文 这希腊人的名字 尤其看希腊罗马 什么都是这一类的名字 什么都是又臭又长 什么titis C型肝炎 acute hepatitis acute hepatitis C 我叔叔说脾气太暴躁了 一天都要骂人 我们叫 quick tempered 那如果把ED去掉就变名词 因为这边是形容词 形容 uncle my uncle is quick tempered quick tempered 就是 tempered 就是脾气 脾气很快的 就是很快的脾气就上来了 叫quick 你也可以讲 slow tempered 脾气很慢的 就没什么脾气 当然暴躁了 有很多字了 这边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uncle 它是不选择带恶的 uncle 不要念oncle uncle不是 uncle uncle 跟太阳那个sun一样 太阳不要念成shun 或者有一些的same 你不要念son 它都是发这个sun my son 或者是太阳 sun is hot uncle 然后婚外情是不道德的 sex outside marriage 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 当然了你也可以用an affair affair也是一段情 但是affair通常是指婚外情 通常这个词比较多 is amoral是不道德的 都可以 sex outside marriage is amoral 或者是an affair is amoral 当然了 affair affair 这是反正 大概一般讲是 其中男女双方有一个 有婚姻状态中比较多 当然了也不一定 像那个金玉萌 an affair to remember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就是男女 但是那个还是有一点的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男的呢 他有女朋友 要准备结婚了 女的呢 他又有个男伴 也住在一起 所以他还是有那个意思 还是两个虽然都没有结婚 可是两个都有伴 所以呢 那个金玉萌里面 那么感人的电影 两个都未婚 可是他还是有那个意思 就是还是不伦 我们叫不伦列 那本公司有一个经理缺 my company has an opening friend manager now 我的公司呢 有一个opening 有一个什么缺 就是opening 打开的 opening 也不一定是缺了 他可以当这个意思 也可以当一个空地 尤其是树林里面的空地 也是opening 开阔地 我们军事上 术语叫开阔地 也就是树林 摆到树林 突然有一片开阔地 可能被砍掉了 或者刚好觉得开阔地 或者一个直缺 空缺 打开的 那我们顺便了解一下公司 这个很实用 公司像一大堆头衔 我们常常会用到 那用到怎么讲呢 比如说 董事会 german 董事长 german of the board 那一般都大写 首次大写 一般都这样子 当然你硬要小写 也没有关系 german 他主席 董事会主席 叫董事长 要开会他 他当主席 董事长吗 可是董事长 他不一定 董事长 他当然一定要是股东 但是没有规定说 董事长一定要股票 最多 他是代表 他董事会推选的 那你说 他有股票 可是他股票可能是 董事会批出十个人 他股票可能是第五个多 可以 可以当董事长 可以 那有人就不喜欢当董事长 有人喜欢遥控 你看像罗斯塞尔德家族 全世界首富家族 他不一定当董事长 尤其他不要当台面的CEO 什么的 不要 他就在董事会 他投资人 他投资人 他也不一定要当董事长 但他股权最多 他就遥控就好了 所以这个罗斯塞尔德家族 就是平常你看不到他的新闻 可是他的公司都有名 一大堆公司 这家公司也太有投资 那家什么名牌 什么红酒庄 什么军事工业 什么什么电子公司 手机公司 都投资 所以这个厉害 董事会就是 Board of Directors Board of Directors 董事 也可以是供擅数 供吃饭 供睡觉 也是这个 打火 供擅数 他也是木头 也是木头 也是呢 一群人 就是像董事会这样子 一个高阶的一个团体 你看他意思很多 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或者GM 叫GM CEO呢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但是很多搞不懂 说是不是在中国 叫总经理 在西方叫CEO 也对也不对 那以前 美国 欧洲也是叫General Manager 那执行长是后来 这20年才有的 他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总经理跟执行长 哪里不一样 两个其实 执行长就是总经理 因为有执行长 他没有总经理 其实他的工作是一样 就是代表他治理公司 他是养成这个董事会 等于董事会请他来管理公司 因为董事会是 就是出资人嘛 可是他不一定有 专业的经营知识 或者他不想管 所以他委托一个 总经理或执行长 来管理 代表 然后在下面去找 团队副总经理 什么一大堆找 那这两个差在哪里 就很简单 两个都是一样 工作都一样 那差别在哪里 总经理未必有股份 总经理更 一般来讲 他也不必参加董事会 执行长呢 是股东兼总经理 所以执行长比较大 因为他也是股东 所以有的时候 那股东会说 我们找个总经理 可是总经理 他不是我们的出钱人 他不会替我们想法 都是拍拍屁股走人 后来有人想说 我们这个十几个 董事里面 我们有一个 有经营常餐 他不一定股份最多了 请你来当总经理 他有股份的 他同时又是总经理 治理公司 营运经营公司 董事会他也要开 所以他比较大 而总经理呢 董事会他不开 或者顶多列席 背询 所以这两个差别在这 有股票的 股东的 总经理叫CEO 没有股东 或者股票很少 没有参加董事会的 叫总经理 所以总经理可以 拍拍屁股走人 执行长你干不掉 你就算 不让他当总经理 不让他当执行长 他还是股东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 副总经理是Vice President 你不要说副总统 因为他这边是大写 但副总统也是Vice President 所以我们要看上下文 那么说财务长 哇 资讯长 技术长 营运长 不会讲 CFO CIO CTO CIO 财务长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这都很简单 管金融的 管财务的 资讯长 管Information 管资讯的 他也是消息 意思 技术长 Technology 这很通啊 就很简单 营运长 Operating 你看 管财务的 管资讯的 管技术的 管营运的 所以叫 这四个涨 就是 位阶都是 都是副总 副总那个位阶 都是涨 因为一些电子公司呢 公司大 所以他光是什么 副总经理 有的 有的管人事 管总务什么 所以他 不过专业 在弄这几个涨 但实际上不止 看公司 有的不止这几个涨 有的更多 我们这举例 那协力呢 是Assisting Vice President 就协助副总经理 所以我们一般是 总理长当董事会 总经理 副总经理 当然有的副总经理 有分资深副总经理 一般副总经理 然后下面就协力 这协力比经理大 比经理大 有人搞不清楚 以为说 经理下面来协力 不协力大 协力就是 助理副总经理 所以协力很大 随时可以当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就很大了 Manager 一般就是 中高级的主管 Manager 那有时候说 专业经理 Project Manager 那副理呢 Deputy Manager 代理 所以经理 如果生病啊 出差了 他就副理来带 那 那个 总经理 如果有事情 可能找一个 资深副总带 那资深 那个副总经理 如果有事 可能协力带 就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乡力比较小 经理下来是副理 副理比乡力大 乡力是最之前的 那个 比较大一点的主管 Assistant Manager 科长的Section Manager 就是一个小部门 小部门的经理 就比较小一点 专员Specialist 职员Staff Member 或者Office Worker 那我们这边 再念一下 董事长 叫Chairman of Board 董事务叫Board Directors 总经理是General Manager GM 执行长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副总经理Vice President 跟副总统一样的 财务长CFO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资讯长管资讯的CIO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技术长管技术的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营运长管营运的CIO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协力是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经理Manager 大家知道 专业经理Project Manager 副理Depty Manager 向理Assistant Manager 科长Section Manager 专员Specialist 职员Staff Member 或者Office Worker 都可以 因为他是基本 他是员工嘛 他谁也不管自己就好 那我现在有五个频道 就是可以参考一下 看这里 那我们最后就是 把这几个例句念一下 就大家熟悉一下 英文绘画 就很实用的 要怎么讲 他已经超过40岁了 却是个老天真 She's naive although she's over 40 She's naive although she's over 40 奎宁可以用来治疗疟疾 Doctors use crinine to cure malaria Doctors use crinine to cure malaria 我叔叔的脾气 他太暴躁了 火爆脾气 My uncle is quick tempered My uncle is quick tempered 婚外情是不道德的 Sex outside marriage is immoral 或者是 NFL is immoral 那Sex 性呢 他是半角色 Sex 你不要念 Six 也不要念 Sex 他卷车卷一半 Sex 本公司有个基底缺 My company has an opening for a manager now My company has an opening for a manager now 那这样子 我每次学五个绘画 就很好用 这集讲到这里